新冠肺炎疫情令到摘經濟、運運而生 帶動股王騰項首季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順利和收入更是齊齊創單季新高 騰項首季賺近289億人民幣 按年多賺6% 按季更多賺34% 如果以非通用會計準則去計 就多賺29% 去到270億人民幣 收入按年升26% 去到1080億人民幣 當眾要歸功於增長強勁的網絡遊戲收入 居家令之下多了用戶上網打機 國內智能手機遊戲《和平聲音》和《王者榮耀》 以及海外遊戲《Pugmobile》 和《暴落衝突》的收入貢獻增加 帶動集團網絡遊戲收入按年增長3成1 去到372億人民幣 單體智能手機遊戲收入 表現就更加標稱 按年大升6成3 去到347億人民幣 其內社交網絡收入 按年就升2成3 去到251億人民幣 主要是受遊戲開爾道具銷售 以及在音樂流媒體和視頻流媒體訂購在內的數字內容服務 收入貢獻增加所推動 網絡廣告收入按年計升3成2 按季就倒退1成2 有177億人民幣 媒體廣告收入就跌2成1 主要是受眾藝節目拍攝延期和NBA賽事停播等影響 指望未來騰訊的看法受保守審診 說隨著各地陸續復工 遊戲用戶使用時場和遊戲內的消費活動 將會大致恢復正常水平 有預期隨著消費者使用的互聯網時場恢復正常水平 廣告行業可能在面臨多重阻力 東網記者王明如不斷